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過遠傳公司以認購公司在 迴避黨政軍條款入主中加一案 引發非常多的爭議 有限廣播電視法第十條規定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依照該黨政軍條款 政府持有遠傳公司股份 遠傳公司不得投資中加有限系統公司 但遠傳公司卻以迂迴方法取得中加業務 引發專家學者及社會的爭議 其實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也問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他們也明白地表示他們非常清楚知道 遠傳其實是透過公司在的方式想要取得中加 他們也非常清楚知道如果未來他們直接投資以黨政軍條款來審議的話 是不可能通過的 這個很清楚是政府非常的清楚知道背後的所有者背後的權力影響者是誰 他們也非常清楚知道如果不透過公司在的方式 遠傳是不可能取得中加的這個案子很明顯是政府 是我們的所謂獨立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意識的在包庇個別的公司個別的財團來取得媒體的經營權 我們的法律在那裡黨政軍條款非常清楚 講得非常清楚就我前面所提的 這個政黨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這樣的規定非常清楚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主管機關竟然有意識 非常清楚的甚至在他的縮貼